好 我先请靳平来谈一下 靳平有这个军事专业 来看一下日本震撼 日本 说实话 日本的心情我们真的懂 战机的寿命被中国给耗干了 是不是这样 这是日本防务省自己发布的讯息 休腾腾 7月19号 告诉大家什么 今年第一季度 日本他们又自己有个统计 日本的自卫队的战斗机 今年到第一季度 总共起飞了238次 其中157次是为了中国 针对中国飞机 还有71次是针对俄罗斯 至于其他的飞机呢 只有10次 看到没有 但你知道吗 每一次起降都是钱 油钱 飞机的耗损 还有飞官的一些体力精神等等 其实他讲到这里 完全戳中我们台湾的心事 也是一样 而且国力完全不对称 你说这个中俄军事大国 你知道我就是每天来飞你个几趟 真的是疲于奔命 那自卫队的这个战斗机 针对中国起飞的次数 你看到在去年第一季171次 今年第一季157次 其实还少了14次 就已经受不了了 然后这反映什么呢 这个微信的公众号说是反映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无奈现实 一线战斗机真的疲于奔命 没有能力再大幅度的增加起飞次数 当这个战争 大家知道最后就是冰皮马坤 我让近平一起来讲 第一个这个日本的心情 台湾可以充分体会 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是2023年第一季度 也就是一到三月 也就是过年前到过年后完 这一二三月 第一季它比去年少了14次 它已经受不了了 那先讲日本这次有66%公布的这个记录 有66%的频率是因为中国而起 所以它会紧急起飞拦截起降 那31%是针对俄罗斯 3%才是其他的国家的飞机 那日本大概航空自卫队当中 有155架F-15J的这个 属于上个世纪主力战机 那F-15J他们的这个平均的基龄 也都17 18年了 也都快要20年 那你要知道战斗机背上升空拦截 紧急起飞后 战斗机有发动机 就像汽车用引擎都会有耗损 都有维修的成本 姑且不要说刚刚秀芳姐提到了 飞行员飞官的训练时速 它的飞行的空勤体能 还有它的疲劳 它的飞行疲劳 我们汽车开车都会有这个驾驶疲劳 更何况开飞机也会有 那还有包括它的燃料成本 就是我刚刚讲发动机的耗损 还有它的燃油也要用到啊 第一季就已经157 如果用这个平均的话 全年我看恐怕会突破500次 500架次 我说全年 从今年2023年1月到2023年12月 你等明年日本的防卫省 统合幕僚监部 就是他们的参谋本部在公布 明年一二月公布 搞不好今年会突破四五百架次 那日本当还有30几架的F35 逆中型战机 但不够 而且它是新的一个战机 然后还有60架的这个F2的 这个对海攻击的战机 比较少属于这种伴飞 或者是作为拦截的这个功能 所以主力还是F15绝 F35又要出勤之前 他经过美军同意 所以这个是日本的难处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 日本的这个防卫省 他们的一个统合幕僚监部的后勤次长 这个柳田赌制 这两天就是16 17 前两天的时候 他已经到了北京去访问 去拜访这个中国国际战略协会 还拜访了解放军的中央军委的 这个副参谋长景建峰 为什么 他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新闻提到说 要建立中日 中国跟日本的长期的互信关系 还要了解中国想要干什么 这不就是解读了 你看马上日本的防卫省 就公布了这个讯息 他派他的后勤次长去 后勤次长是管什么 就是军需装备了 他的这个后勤保养维修妥善率 他可以到了那边 跟景建峰副参谋长 跟中方谈一谈 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的后勤保养维修 很造成庞大的压力 是不是怎么样但是问题是 你就像我们刚刚上一趴谈的是韩国 其实日本跟韩国 最近这几年的国际方针 他们的战略状况 就是跟着美国走 你跟着美国走的话 那你不可避免的 美国建立他的自由印太的 第一岛链防线 中国要突破 他不只是往台湾的北 也往台湾的南端 那就会加大 美军他不想耗损他自己的这个动能 他就叫日本韩国 你专门去飞 那台湾你更不要说了 你就在中间 你不背那难道我背啊 习近平不管是我们台湾 不管是日本 不管是韩国 大家都在担心 谁会是下一个乌克兰 但是真正讲到乌克兰 我们看到这个战争开打 都已经破500天了 到现在为止 还看不到尽头 是 你怎么看待这一幕 又是这个 又是这个军备被炸 那就是昨天克制大桥 不断的武器进去 不断的被炸 人民不断的伤亡 出走的千万人 永远回不了家 那就是克里米亚大桥 他们被这个乌克兰 承认他们炸了之后 普丁说一定要报复嘛 那除了集结十万大军 九百辆的这个装甲车 跟战甲车 但坦克在这个乌克兰 东北方 马上他们就掌握了情报 因为普丁我相信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用兵之后 他稍稍他也会记取他的教训 所以情报的掌握很重要 马上就知道北约 有运的这个运兵车 包括德国的鲍尔坦克 还有这个美国的N113的装甲车 他一下子把这个 两列的这个列车给炸毁 而且为什么北约会 罕见的出动他们的这个 救护的专用的飞机去 去乌克兰境内 北约的任何军事装备 武器进去都是很敏感 表示他们很急着 要把上面车列车上 一定有北约的军官 这已经违反他的规定 北约虽然没有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但是这个举动形同 你就是北约在跟这个乌克兰 以往都是到波兰乌克兰的边境 然后直接由乌克兰自己接走 那现在等于是说 北约的接装人员 搞不好就长期已经这样进入乌克兰 俄罗斯是故意打给北约看 打给美国看 看你北约敢不敢反制 你北约要打 那就是跟我俄罗斯开战 好 那就不客气 开战之后就是不能避免了 可能就合无大战 所以乌克兰已经把这个北约 我觉得他会把整个北约往下带 这就是北约包括法国在内 还有一些国家瑞士在内 很多国家不想跟着乌克兰去陪葬 所以这个东西很讽刺 这很现实啊 也非常讽刺啊 我说北约峰会大家都在支持乌克兰 支持乌克兰的什么呢 嘴巴讲 什么时候支持啊 等一下我剪一下皮带 支持他继续往战火当中前进 就会避而不谈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脂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